充斥我国社交媒体和影音平台的有害内容 近年来有暴增趋势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和警方统计 当局今年首三个月接获的相关投报 就超过五万一千宗 同比去年飙升高达十七倍 令人折舍 通讯部为此指示脸书和TikTok两大社媒平台 立刻整顿及监督有害内容 保障使用者尤其是未成年群体的安全 随着科技普及化 我国社交媒体和影音平台上的有害内容 近年来也呈现倍数增长 根据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和警方 今天发出的统计文告 单是今年首三个月 执法单位接获的相关投报 已经达到五万一千六百三十八宗 这个惊人数字远比去年同期 约两千九百宗飙升十七倍 甚至和去年四万两千九百零四宗的总数相比 还多了八千多宗 拉响网络安全警报 有鉴于此 当局促行两大社媒平台 脸书和TikTok 尽快采取防范和监督行动 鉴定并移除有害内容 此外通讯部长法米 昨天在布城的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总部 也召见了这两个平台的区域负责人 当面表达政府对问题的关切 部长要求对方拟定详尽的策略 保障网络使用者的安全 尤其是确认十三岁以下未成年用户的真实年龄 避免他们接触不良资讯 法米也提到 近期不断被挑起的族群宗教和王室3R敏感课题 还有挥之不去的假消息 线上诈骗及非法赌博活动 在社交媒体上有野火燎原的趋势 让人深感担忧 因此他呼吁脸书和TikTok 务必遵守我国法律 有效执行审核机制 过滤有害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